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以人注目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南加州大学USC近期 因为先前取消一位支持巴勒斯坦的毕业生演讲而引发争议 进步决定取消包括疯狂亚洲富豪导演张燕章叶去在内的所有嘉宾演讲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许多人认为大学此举是在助长仇恨言论 接住我们转向国际新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与哈马斯领导人会面后 呼吁巴勒斯坦团结一致 面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 埃尔多安重申将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最后美国参议院刚当在午夜截止时间后 通过了一项关键的监控计划再授权法案 该法案将允许美国政府在不需要令撞的情况下 收集非美国公民的通讯资料 这一立法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 被几则与中东局势起立相关的报道所占据 从美国到土耳其再到伊朗 各种事件交织在一起 展现了一个复杂且动荡的国际政治版图 在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的决定引起了广泛的正义 据的independent 听听 该校园定于毕业典礼上由摘金奇缘导演乔恩 杨珠和其他荣誉嘉宾发表演讲 但因为此前取消了清巴勒斯坦学生代表阿苏姆的演讲 导致校方面临巨大压力 塔巴苏姆的演讲被取消的原因是出于对安全和干扰的担忧 以及可能遭受骚扰和暴力的风险 这一决策遭到了多个倡导团体的批评 他们认为大学赋予了仇恨之声权力 南加州大学随后宣布将取消所有毕业典礼的演讲 并承诺下周会提供更多关于毕业典礼的更新 与此同时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都安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 呼吁巴勒斯坦团结一致 以应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据阿尔杰基尔 埃尔多安一再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 并表示采取行动以保持对该地区的关注是重要的 他还表示将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 并未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声 土耳其一直是加沙地区的主要人道主义援助伙伴之一 向该地区发送了四万五千吨的物资和药品 在另一方面 伊朗外长侯赛英·阿米尔·奥普赛英 阿米尔伊斯坦位于以色列伊斯法罕附近的伊朗空军基地的袭击做出了回应 据《The Independent Talk》到阿米尔·阿博杜拉西安轻描旦袭的表示 这次袭击并非真正的打击 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参与 他声称尚未向伊朗证实袭击与以色列有关 因为以色列官员证实了这次袭击 并表示这是向伊朗发出的一个信息 显示以色列有能力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 这次袭击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或击中任何战略地点 这些事件展现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不同侧面 从美国大学校园的争议到土耳其与哈马斯的会晤 再到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每一件事都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照顾上使用它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估计社会的每一步行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影响着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从足球场的草坪到农场的草地 每个角落都在为了胜利和生存而战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故事如何在不同的领域展开 展现出人类对于胜利的渴望和对挑战的应对 在英国足球一直是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运动 根据Telegraph报道 这个周末在温布利举行的足总杯半决赛 将会是曼城对阵切尔西的精彩对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曼城的球星埃尔林 哈兰德不会出现在阵容中 此外一些足球迷认为取消重赛的决定 进一步贬低了足总杯作为一项必争之物的地位 尽管这样 四肢将获得下赛及欧冠资格的英超球队 似乎已将足总杯视为一项琐碎的干扰 但作者仍希望曼城和切尔西 能在半决赛中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而在美国 德州农工大学迎来了来自犹他大学的前进攻线球员 科利法阿乌的加盟 这一消息由Yahoo US报道 法阿乌在犹他大学担任中锋 以其优秀的护球和挡拆能力文理 他的到来预计将为德州农工大学的进攻线带来竞争 尤其是在中锋位置 尤其是在中锋位置 占英尺三英寸体重324磅的进攻线球员的加盟 无疑将增强球队的实力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美国的家禽农民正面临着防御禽流感的挑战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为了保护他们的鸟类免受禽流感的侵害 农民们正在部署激光无人机 汽笛气球和甲鹰等多主手段 他们甚至限制访客加强清洁消毒 将水和饲料远离野生鸟类和捕种动物 并隔离新购买的鸟货从人群中返回的鸟 自2022年2月首次检测到禽流感以来 已有超过100个养殖场受到影响 导致9000万只鸟被扑杀 这导致单机数量从2021年到2023年减少了700万只 每年减少生产10亿个鸡蛋 因此鸡蛋价格上涨 家庭农民也在呼吁研发疫苗 这些故事展示了无论是在运动场上的竞争 还是在农业领域的挑战 人们都在不断寻求创新和解决方案来克服困难 从足球赛场的激情对决到农场中的生存斗争 这些努力和奋斗的故事 激励住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在最近的国际和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 一系列引人众目的事件正在发生 从美国的监控程序延期到特朗普在北卡罗兰纳州的集会 再到缅甸与泰国边境的冲突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当前的政治动态 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首先 The Global Mail报道了 美国参议院在午夜截止时间刚过后 通过了一项关键的美国监控程序来重新授权 这项立法重新授权了外国情报监视法的702条款 允许美国政府在没有令状的情况下 收集非美国人在美国境外的通信 该立法以60票赞成34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 必将该计划延长两延长两延 这一决定无疑对国际间的监控和引赛次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美国在全球监控领域的角色和影响力 在国内政治舞台上 Yahoo!US!报道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北卡罗莱纳州威尔明顿举行的第二次集会 这是自从他在纽约市开始接受刑事审判以来的首次大型竞选活动 审判涉及他是否伪造商业记录 以隐瞒对一名色情片演员的支付 特朗普目前面临着多项州和联邦调查 包括他的商业行为 他对机密信息的处理 以及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努力 这次集会不仅是特朗普政治付出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可能对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在估计上 The Globe and Mail再次带来了缅甸与泰国边境爆发的冲突报道 反抗军试图清除滞留的军政府军队导致战斗爆发 目击者报告说 他们在一座战略桥梁附近听到了爆炸声和重击枪火 泰国广播公司面壁替声称抵抗战士 使用无人机向军政府士兵投掷炸弹 近1700名平民平民越过边境逃到泰国寻求庇护 4月11日 抵抗战士和少数民族探军夺取了重要贸易城镇密之纳 这对军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自从2月份对昂山素季政府发动政变以来 军政府一直面临着多重突和经济规机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保持对世界的关注和理解是多么重要 无论是美国的监控政策 特朗普的政治未来 还是缅甸与泰国边境的冲突 这些事件都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世界 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走向 在多哥与西非的国家 政治变革的浪潮正剧烈地冲刷住 其宪政体制 根据Aldezira的报道 多哥的立法者们最近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的宪法修正案 这项修正案不仅赋予了现任总统弗雷 纳新辈更多的权力 而且有可能使他能够一直执政到2033年 对于变化被一些反对党政客和民间社会团体 斥为宪法政变 尽管这些修正案在3月25日已经被采纳 但由于反对派的担忧 其实施过程稍有延迟 这次改革包括向议会政府的转变 显示出非洲政治格局中权力的重新分配与集中 而在体育界英格兰的纽卡斯尔联队 正在寻求一位具有英超经验的人选 来接替即将离职的体育总监单阿神沃斯 Telegraph的报道揭示 纽卡斯尔联队将于下周开始针对这一职位的蔑视过程 希望找到一位熟悉英超的经验丰富人士 阿神沃斯目前正处于休假状态 而寻找他的继任者可不会加速他转头曼联的步伐 纽卡斯尔联队将这一职位视为俱乐部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其责任包括转合市场和遵守盈利及可持续性规定 为了找到合适的候选人 纽卡斯尔联队委托了招聘变头公司Argers Bernstein 该俱乐部的招聘负责人史蒂夫尼克森预计将参与角逐 这一全球范围内的搜寻工作表明 下周的面试只是选拔过程的一部分 从政治与体育的话题转向科学领域 The Globe and Mail带来一个关于发现 纳粹科学影响的医学教科书的引人深思的报道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 发现了另一本与纳粹科学有关的解剖学教科书 这本名为Perkoff的解剖图集自1990年代起就已停止出版 因为其中的插图来自纳粹时期的受害者 然而克劳迪亚·克雷布斯博士发现 其他仍在使用的解剖图集中 也出现了Perkoff图像的再制品 以及另一本包含受害者生皮细节的问题图集 克雷布斯博士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对解剖学图画的纹理问题 这第二本图集的插画家 是一位被迫参与的英国战俘 克雷布斯博士希望能追踪到参与这些图集创作的艺术家的后代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代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从多哥的宪法改革 到纽卡斯尔联队退体育总监的全球搜寻 再到对纳粹时期科学遗产的深入探讨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各个领域内的重大变革 也凸显了历史 政治与科学伦理等问题的复杂交织 透过这些报道 我们得以一辉当前世界的多面貌 以及人类社会在面对挑战与机遇时的不同应对方式 在近期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从中东的紧张局势到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再到美国国内政治的争议 这些事件不仅考验住拜登政府的外交策略 也对他的连任之路构成了重大影响 首先来自美联社的报道指出 以色列和伊朗最近在中东的紧张局势中 展现了一定程度的克制 避免了该地区陷入全面战争的边缘 这种克制部分是在拜登总统的敦促下实现 他呼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魅塔尼亚胡的政府 对伊朗上周前所未有的直接攻击 做出温和回应 尽管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脆弱 但这一事件展示了拜登在国际事务中斡旋的能力 也反映了他在面对重大外交挑战时的策略思维 在另一方面 《环球邮报》报道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向北约提出的请求 他呼吁提供至少七套爱国者或其他高端防空系统 以对抗俄罗斯的空袭 这一请求凸显了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军事压力时的困境 也突出了北约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角色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斯托尔滕贝格的回应表明 盟国已同意向基辅提供额外的防空系统 这一决策不仅有助于乌克兰的防御 也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一种回应 在国内政治方面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揭示了 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所面临的挑战 这是他寻求连任的关键战场之一 宾州不仅是拜登的出生地 也是美国政治格局中的一个缩影 反映了许多颠覆国家政治景观的趋势 拜登和特朗普在该州的支持率势均力敌 显示了选民对两党政策的分歧 拜登的竞选团队正努力说服宾州选民 再次选择拜登是美国前进的最佳途径 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在积极表达他们的观点 拜登在斯特兰顿的故乡访问期间 甚至遭到了一些抗议活动 这些事件综合来看 不仅展示了拜登政府在国际和国内所面临的多重挑战 也反映了拜登如何在这些挑战中 寻求平衡和解决方案的努力 无论是在中东的紧张局势中斡旋 还是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决策 亦或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战中争取选民支持 拜登的行动都将对他的连任之路产生重大影响 随住时间的推进 这些挑战的发展将进一步检验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国内政策 也将影响美国未来的政治格局 谢谢您的收看 试列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粉 他们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